大家好 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二 今天開市港股是微升 恒生指數升66點 國企指數升37點 科技指數升31點 美屯升1.88% 令氏指數升27點 京東升2.1% 令氏指數升12點 騰訊升0.5% 令氏指數升7點 相反 匯豐跌0.57% 令氏指數跌10點 內地政府推動政府擔保內房的債券 舒緩內房的資金壓力 內房股急升 碧桂園升8.6% 龍湖升7.7% 碧桂園服務升5.8% 是升幅最大的籃籌 信義國學中期盈利跌50% 開市是跌1.45% 開市之後 廣告變化不大 恒生市就維持著微升 小米跌2% 令氏指數跌7點 太陽能股上升 協欣科的升5.3% 集團指四川的生產 未受到停電拖累 新特能月升2.4% 所以可能升1% 內房股升科擴大 碧桂園升12% 龍湖升17% 令氏指數升11點 華潤智利升5.6% 令氏指數升9點 中國向外升6.7% 旭暉升13.4% 碧桂園服務升幅擴大到21% 升幅最大的籃籌 令氏指數升11點 內地水電 因為缺水的關係 減少發電 個別身份要省一點 但是煤電股就上升了 中國電力升3.8% 華能升3.2% 大唐升2.8% 華電升4.8% 手機設備股也上升 優太科技升7.5% 高位電子升1.9% 信譽國學由跌轉升1.3% A股上次收市升7點 恒生指數最高 升到20133 升132點 但高位守不住 上週收市指數升55點 國企指數升19點 科技指數升3點 成交412億元 下週港股急轉直下 路透社傳 騰訊想估出手上240億美元的 美團 令到美團急錯 最多是跌11% 令指數跌163點 阿里巴巴跌3.1% 令指數跌42點 騰訊早段是跌2% 令指數跌28點 因為這些藍炒科技股下跌 拖累到港股急錯 收市恒生指數跌210點 國企指數跌86點 科技指數跌87點 騰訊打算估出美團 令到美團大跌 拖累港股大幅下挫 速度確定的 超級功 cache